咸水饺是广东非常有名的一道茶点 脆糯的外壳包裹着咸香的馅料 茶楼桌桌弊点 没吃过的一定要试一下 先准备75克成面 用100克开水烫面 搅拌均匀 放凉备用 250克糯米粉中放75克白糖 180克的温水搅拌程序状 然后把刚才烫好的成面放进去 再加75克猪油 把猪油充分揉进面团里 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粉团 五花肉丁边炒出油之后 再放虾米和香菇 炒出香味 然后放新鲜的虾仁 一勺料酒去腥 翻炒均匀后放少许盐 白糖 蚝油 老抽调味 继续炒匀后放一勺水淀粉勾芡 开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了 再倒入碗中放凉 加点韭菜和少许五香粉 咸水饺的馅料就做好了 再把粉团搓成长条 分成35克左右的小面团 用你可爱的双手做成面皮 放上馅料 再包成大饺子的样子 三成油温下锅炸 开小火炸出这样的珍珠泡后 再开大火继续炸两三分钟 炸到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样做的咸水饺外皮脆糯 里面咸香 真的好吃到没朋友